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山岛自开放以来即实施总量管理措施 并且订定归山岛生态旅游作业管理要点 维护归山岛生态资源 同时兼顾油气服务品质 我们把贵山岛推动为生态岛 这两个大奖我们都是以贵山岛推动生态旅游 跟管理的机制 承载量的管理机制去得奖 所以说在亚洲旅游联盟推动第一届国际生态旅游的大奖 强调的也就是环境的一个智力 就是我们目的地的一个智力 那在全世界全球永续观光委会推动的绿色目的地百大故事奖 也强调的就是我们对环境生态的一个重视 跟我们的努力 可以维持它这么优异 在人世间可以让每一个人很开心的环境 设计观光旅程可以提供给游客来参与 我们都在持续的努力中 这一次透过参与并且获得国际奖项 期盼让更多国家认识与认同 在疫情后的旅游时代下 欢迎国内外旅客来到宜兰龟山岛 感受龟山岛丰富自然生态及美景 宜兰县赏金推广协会也说到 为了提倡金屯保育概念 并且推动龟山岛生态旅游休憩活动 今年度首行授旗仪式 结合东北角管理处获奖的殊荣 共同行销永续观光相当有意义 期盼持续透过制度化的生态管理 让龟山岛能够永续经营 更多的游客都有机会享受美好的旅游环境 今夜起航 以上新闻由政森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 在这儿下的游客里质量 市场凯婷采访报导 我们下来说